大家好,我是蓝胖,祝大家元旦快乐 今天给大家分享2022年封闭阳台上我养护的官业植物在我心中的排行榜 第十名,铁线爵,波斯顿爵 养护他俩建议使用青山盆,一年四季可以天天浇水 全年都可以给他散射光,有条件冬季春季可以给他扳日照 第九名,吉姆爵 同样作为爵类,养护方法大致相同,他的优点是比较耐旱 第八名,秋海棠 他的品种特别多,建议小盆偏干氧,可以盆土干到一半以后再浇水 他对阳光的需求不高,但是有一个缺点,不耐低温,低温容易晃夜 第七名,春雨,龟贝族 这两个属于中大型网红植物,养护时建议用排水好的花盆,见干见湿的浇水 他对阳光的需求也不算高,依然是不耐动 第六名,虎伪天门东 不怎么挑剔养护环境,散射光,止射光都可以 唯一一点,不要勤浇水,盆土干到一半以后再浇透 第五名,虎皮兰,龙蛇兰 经典的懒人植物,建议用颗粒土或者沙土一两个月浇一次水 第四名,油画婚礼吊兰 大家对它的争议很大,其实它不难养护 植住健壮时可以给它全日照,一定要偏干养 盆土干到一半或者干透时再浇水 缺点是怕冻,水大之后容易浇边 更满之后长期不换盆也会浇边 第三名,青白鱼吊兰,吊竹梅 他俩很好养护,搬日照,偏干浇水 第二名,卷叶吊兰,金边吊兰 同样是半日照,偏干养护,不建议用很大的花盆 卷叶吊兰有一个缺点,需要阳光 长期不见光,容易变质 今年的第一名,我想给胭脂云 烙一点,汗一点都没事 而且它的千叉成活率特别高 唯一的缺点就是需要大太阳 没有太阳,它的叶片会变绿 没有上榜的有婚礼吊兰井,不太好养 雪银,龙银红蜘蛛和胶边 小香松也好养,需要天天浇水 好了,今天就分享这些 下个视频给大家分享 2022年我淘汰了那些官业之物